前一段时间独教材事件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一时之间人人成为审核员 火眼金星找问题 你还别说啊 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之下 不少潜藏在教材中的妖魔鬼怪 被大家挖了出来 现出了原形 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热点事件不断 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老乔为什么对独教材事件 又就是重提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 我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关于教育的问题必须认真严谨 一丝不苟 不要想着打个马虎眼 打个哈哈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在教育的问题上没有翻篇这一说 第二 最近这段时间啊 有粉丝在后台私信我 让我关注一下日本人学校这事 结果我去一查资料 哎呦 你还别说真被我找到了一些重大发现 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 在我们中国一共有35家日本人学校 这些学校分布在一二线的城市 而且他们的校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这个城市的名字 加上日本人学校这个后缀而组成的学校名字 例如学校在上海就叫上海日本人学校 在北京就叫北京日本人学校 据统计在全世界一共有95所日本人学校 而在中国开设的日本人学校的数量就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然数量的多少无关紧要 可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第二 这些学校啊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不管在哪个城市都戒备森严 当然学校戒备森严这是出于对学生安全的保护 可这些日本人学校戒备的有点过分森严了 为啥这么说呢 首先这些学校不管在哪个城市 他们的学校门口都有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不让中国人靠近的话语 这就很奇怪了 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建的学校 用着我们中国的资源 却不让中国人靠近 这到底几个意思呢 有的网友为了证实这种说法 专门跑到日本人学校门口 结果该学校的警卫在马路对面就立声喝止 不允许其拍照 老乔就纳闷了 一个学校既不让人靠近 也不让人拍照 那他们到底是啥意思呢 诱惑着说这是学校吗 其次根据有些网友反映的情况 他们发现有些日本人学校在上课的时候 是拉着窗帘的 老乔也上过学呀 我记得我原来上学的时候 上课但凡拉窗帘呢 绝对是老师要让我们看电影了 或者上课要用PPT或投影仪之类的 那至于日本人为什么上课要拉窗帘 因为没人进去过 所以啊 我们也无从得知 第三 经过查资料 老乔发现这些学校都不归当地教育部门监督管理 而是由日本大使馆直接进行管理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 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学校 用我们的各种资源培养日本学生 然后还不允许我们的教育部门监督和管理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想教什么就教什么 他们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这还得了吗 历史的教训就摆在眼前呀 虽然已经时过境迁 但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我们更不允许别人篡改歪曲历史 如果这个学校不在我们的华夏热土之上 我们管不着 可是他在我们这片华夏热土之上 凭什么不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 试问 我们的学校如果在外面 要不要接受别人的监督和管理呢 第四 由于这些日本人学校只招收日本学生 所以学校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 全部都是日本人 包括做饭扫地的阿姨 以及负责安保的门卫 你想想看 一个学校既不让我们靠近 又不让我们拍照 高墙铁网戒备森严 还不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 这到底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呢 还是什么不普通的其他单位呢 老乔依稀记的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的历史老师给我讲过一段 1984年甲午战争战败 日本人借机在南京设立了南京同文书院 后来同文书院签到上海 正式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 这座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啊 全部来自于日本各县层层选拔的青年才俊 他们来中国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学习 第二是旅游 学习自然不用说 可是旅游就很耐人寻味了 据了解这些来中国的学生啊 必须要求掌握两种以上的中国方言 而且他们的旅行地点全部是由老师来进行分配 几人一组结伴而行 深入各地了解当地的经济 地理文化民情 一边旅行一边记笔记 然后将收集的笔记 由书院整理后汇总给日本 后来啊二战结束 这所东亚同文书院 才被盟军以间谍性质为名 强制解散 当然老乔讲这段并不是想提出什么阴谋论 可是我想通过这一段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些年我们的国漫也在慢慢的崛起 而在此之前 日本的动漫横行天下 老乔记得我小时候看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动画片 这个往小了说叫补足我们的动画短板 往大了说 这就是典型的文化入侵 这些年 日本的动漫依然受到部分孩子的欢迎 很多孩子依然热衷于搜集很多动漫海报 以及动漫周边产品 例如老乔之前带的一个学生 对日本动漫的手办就由衷的热爱 以上种种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吗 可能有的人会反驳我说啊 文化要包容 我不否认这种观点 但我认为文化在包容的同时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一个连底线都没有的文化 又何谈包容之说呢 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这个文化 经过了5000年的历史积淀 它既能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又能必立千人 无欲自刚 我是老乔 欢迎点赞收藏 关注转发